玩只狼时总是出,小兵都拼不过,更不敢打金银怪怎么办 这个视频我分享一下自己作为萌新的一些体会感受 目前一共玩了11个小时 我感觉这游戏入门挺难的,特别是防守 游戏想让我们玩家最好做到完美防守 这就好像我们上学时做的那个卷子 满分100,你能达出60分就及格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后来学开车,学驾照,也是满分100 90分才能及格,才能通过 但是只狼的防守,我感觉满分100,99分才算及格 像这种基础防守最好是完美,一分不扣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多多练习 这点很多玩家都会忽略 那具体怎么练习呢 我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那就是去找签名位,选择模拟战应用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不用砍他,只防守 在这里只要完美防守了这三招 玩智狼的基本功算是打好了 第一招那就是拼刀 对方会连砍五下 我们用L1格挡,格挡五下 这招要观察对方的前摇 一般是从左侧蓄力 第二是跳 化解的是对方的横扫 对方横扫会出现V字 而且背景会有沉重的音乐 这时候我们按X键跳 这招要观察对方前摇是从你的右侧蓄力 第三招是石破 石破是一个技能,默认是不带的 需要解锁 是为了化解对方的突刺 也会出现V的那字 而且也有背景音 这时候我们需要按圆圈键 同样需要观察对方的前摇 它是从左后方蓄力 我在练习的时候 这个跳跟突刺总是搞混 但是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加 我现在可以坚持两分多钟无伤 因为对方的攻击 有的时候出刀 有的时候突刺 有的时候横扫 而且没有规律 完全是实时判断 如果稍微一抖神 就会判断失误造成伤害 如果你想玩只狼 我感觉上面这个基础防御练习是必须的 我估计那些打得好的玩家 在这里应该都可以完美防御 而且坚持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你在这里现在能做到几分钟完美防御呢